才刚提醒减速慢行 电话又进线回报路况 气贴任墙震后 花莲重德站月台受损停用 但有旅客三天后搭自强号 经过重德站 到了重德隧道 疑似听到落石砸下的巨响 就有那个车顶有一个很大的爆炸声 有乘客说有患到落石从车顶掉落 这名男子搭乘自强号 四四一次和怀孕四个月的妻子 坐在第八节车厢 五号晚上七点二十分 从花莲到台北 雾点半个小时 七点五时才上车 在八点二十分左右 重德隧道内听到巨响 赶快通知列车长 整趟车程延误近一个小时 台铁回应旅客向车长反应 听到疑似外物撞击音音 在八点四七分临停南澳站 因为飞半客车站 旅客不能下车 由司机员下车检查后 发现没有异状 就继续开车往前延误九分钟 余震来临 各站也都会通报 经过的列车要小心行驶 我们这里的阵度有达到四级 第一趟列车三十公里运转 第二趟列车以六十公里运转 等到后面的电力维修车及工程维修车 巡查路线 沿着海线空拍 重德站附近 突时大片坍塌 虽然台铁正常营运 但经过仍有风险 五号下午和平到和人间 东正线就发现钢轨方向不整 立刻封锁路线 改单线双向通车 台铁在五号晚上初步整理后 降速慢行 回复双线通车 旅客北返回家 机票抢不到 只能搭台铁 待遇震不断 东部轨道交通难免有状况 俗信指示行程延误 没人受伤 TV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新闻网均